指揮中心宣布13號起 為解封指引 開放餐飲業可以內用 但包含了北北基 台中還有高雄等 12縣市的政府 下午都宣布 餐飲業是禁止內用的 完全不甩指揮中心指引 其中包含了陳其邁 鄭文燦還有林宥昌等 綠營首長的執政縣市 也是直接逆時中 桌面貼上黑色膠帶 區分座位間隔 餐廳業者加緊腳步準備 要迎接13號為解封商機 指揮中心8號宣布 餐飲業為解封 一般餐廳必須用個人套餐 分菜後再上菜 自助餐要有專人服務 最重要的是人與人間 保持1.5米距離 若有確診就必須停業3天 儘管中央訂出指引 但雙北市 桃園 高雄 台中 基隆市 竹竹苗等13縣市 宣布餐飲業禁內用 打臉中央的內用指引 避免引起北部 中部 南部不一樣 造成人潮跟病毒的移動 面對有社區感染的疑慮 在緩寬的過程當中 必須要先謹慎的面對 非常的擔憂 我們的疫苗的接種率 現在都還是不夠 這些縣市中 坦凱近4天確診數 桃園市13例 嘉義縣 基隆市和高雄市 連日零確診 但綠營首長們仍然決定逆時中 松綁的部分是屬於質疑 各地方政府可以因應 做出一個最適切的判斷 這沒有所謂的同調不同調的問題 台灣疫苗接種率 尚未達到解封標準 也有網友認為 一旦微解封疫情會微爆發 難怪連綠營首長都打臉中央 不敢開放餐飲內用 記得眾所謂